明愛表示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收到有關在平安夜失身 或者濫藥問題的求助電話 但生命熱線會繼續跟進相關求助 而今年關於感情和濫藥問題的求助電話 對比去年增加了一成 李國賢報導 在聖誕節 不少青少年都喜歡和朋友一起 參加派對歡道聖誕 但在歡樂氣氛下容易落極忘形 危機意識減弱 較易受到蓬佩影響 出現首次濫藥和亂性 明愛總幹事潘哲明表示 沒有收到關於在平安夜失身 或者濫藥問題的求助電話 但今年關於感情和濫藥問題的求助電話 就比去年增加了一成 他又說 現在很多青少年在節日的時候 喜歡玩到好夜 建議政府和團體合辦一些延到深夜的活動 比青少年有較好的活動場所 相信有助減少青少年問題的發生 他亦建議在每逢節日期間 政府可以派員協助志願團體 開展外展社工的工作